呃...三億多 然後大家不熟的那個印第語跟阿拉伯語 其實也是前幾名喔 大概也有三億到...三億左右的人 呃...會講這個語言喔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這個語言其實還蠻集中的 大概長得是這樣子 全世界現在聲稱大概有四千到七千多種語言喔 全全世界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實都說這些語言喔 紅色是Mandarin就是中文 然後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是這一個橘色的 那看有點像色盲的色驗喔 那它不是的 它是那個...就是那個語言多少人講喔 越大越多人 所以這是中文 這是西班牙文 這個是英文 好...這是幾個比較大的其實你看 如果你想像這是一個地球六十億七十億人的話 這些語言前幾名就佔了這麼多 好...這麼多 那我們來做下一個投票 是...那世界上最多人會說 不是第一語言喔 但是最多人會講的 好...一樣同一個網址 你更新一下再投一次好不好 你看看世界上最多人會的語言是什麼 有很多人會講的 有很多人會講的 還是沒有人要選阿拉伯文 有很多人會講的 還是沒有人要選阿拉伯文 有很多人會講的 好啦...大家選好了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大家選的結果 這個... 好...這是他做出來的討論的結果 所以大家都覺得應該都是英文吧 這為什麼我們要講英文 我們要學英文 講South也是英文老師這樣 對...英文是最多 大家覺得是最多 第二名可能是中文 然後第三名是西班牙文 好...我們來看一下實際 是不是大家預測的 這邊 好...沒錯 好...又拿力這麼強 這是要送分的 英文是第一名喔 全世界大概有10億多 這個B是Billion 就是大概有10億多的人 會講英文這個語言 然後現在應該還在增加當中 就是你...我們現在在... 在聽課...聽講的過程當中 有越來越多人是在學英文 第二名是中文喔 大概是10億左右 第三名...很難想像的是這個 就是印度的...就是這個印度的語言喔 他們其實也有6億多 然後是...其實是第三名 比Spanish還要多 Spanish還要無異的 好... 為什麼我要請大家做這個問題呢 因為... 下一個問題就是 既然全世界大部分的人 6分之1的人都會講英文 另外6分之1的人會講中文 為什麼我們要學歪文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談的 這個在談之前請大家先想一下 然後一樣的事情 大家... 欸...用這個 然後...輸入你的...你的答案 可以嗎? 為什麼你想要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何苦要花那麼多時間 在學... 呃... 夜外或外語 英文之外的外語 大家更新一下 現在應該是變成是可以... 輸入答案的 你就隨便... 就是隨便來 你就輸入一下 你覺得答案 中英文都可以 中英文都可以 為什麼要學英文? 為什麼要學外語? 老師可能有跟你說過 你可能看電視有看到 然後...等等等等 現在開始有人傳進來了 可以越來越多 為什麼要學外語呢? 既然... 英文這麼方便 這麼多人會說英文 如果你沒有手機了 你也可以在心裡面想一下 就是...為什麼... 明明英文跟中文 這麼多人講 但我要... 學... 除了英文之外的外語 好 呃... 這個是目前大家... 這個是什麼啊? 好可愛 好 這是我們目前大家所... 來給的答案 比如說交朋友比較有優勢 為什麼會有交朋友會有優勢? 欸...我會講無中語言 你會講幾種這樣子嗎? 還是... 工作機會比較多 Sleep Sleep是什麼? 睡得比較好嗎? 還是... 因為學得很累 擴展人際關係 拿學歷 OK 呃... 可能是工作 喔... 反正... 這邊會變得多耶 嗯... 然後... 酷 嗯... 方便溝通 出國 很好... 很好沒有人寫國際關 我自己以為會有人寫國際關 好... Supers 這些這些... 可以拿來說嘴 這好像還不錯 賺錢 那我還跟大家分享 我們等一下的演講的前半部分 都在講說為什麼要學... 但其實我也沒有... 真的把它當作在很常用這樣子 就是... 大部分都來講英文 去日本也是可以講英文 就是東西 好... 那我來講一下為什麼... 可以學... 要學第二外的 我現在講的... 四個原因是... 這一個... 這個學者喔... 美國的... 哥倫米亞大學的這個... John Knight Porter 教授 所提出來的 帶一個... 提出來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原因 你絕對沒有想到 大家都沒有提到 剛剛都沒有提到的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學外語很健康 很健康 為什麼很健康 我們就說... 我們學外語會頓時瘦了10公斤這樣 不是... 是因為... 學外語會頓時瘦 所以你看你在這邊 其實就已經... 為你未來鋪路了 就是... 你以後就是可以減少很多 時瘦的可能性喔 研究指出喔 就是心理學跟醫學研究指出 如果你多一個語言 因為你... 現在大家講的 那個國語講大的 教多會一個語言 你... 得到時磁症跟阿斯海默症的 你的機率就會降低 而且這個是會累加的喔 不是說... 喔...我會一個就好了 是你多會一個 你的機率就降低一些 想要看你們今天參加過完這個銀隊之後 多了四個喔 多問了四個 就是突然之間變得很聰明這樣 每個都變柯文哲這樣 好... 都智商一百八 然後他還有其他的啊 譬如說你比較能夠做出理性的決定 給我參加這個銀隊 超理性的 然後你可以多工 譬如說 邊聽這個演講 然後... 邊上網啊之類的 你可以同時之間 處理很多事情 然後你也比較有創意 因為你會比較多語言 好... 所以第一個是 大家都沒有提到 但實際上真的在發生的 就是你學外語 其實對你的mental health 不是說對你的心肺功能 是對你的腦袋 是健康的會幫助 所以這是第一個理由 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呢 是因為學外語 可以讓你想得更... 哇... 這應該有點抽象喔 我們來給大家一些例子喔 第一個是 你學某個語言的時候 它的每個字都很特別 我們來看一些例子喔 第一個是... 日文喔 有時候會遇到日文 這兩個字在日文裡面 雖然都是探字 但是它的意思是忍耐 夥伴之內的Gamma 然後星報是信火 他們都是忍耐的意思 但是是不一樣的忍耐 可是日本人是一個 很有忍耐的 書名的民族嗎 你們花幾秒鐘的時間想一下 忍耐可以分成什麼 就你的想像 你台灣人 可能不會講日文的想像 忍耐可以分成哪兩種 給他30秒先想一下 然後等一下我會 用丟球的方式 然後接到球的人 你就要回答一下這樣好不好 來 好 那先想一下 給大家30秒先想一下 是不是 到底忍耐有什麼忍耐 中文好像是忍耐 日文有分兩種忍耐 到底下兩種 我們可以想一下 好 那有人這邊要分享嗎 這個剛才就有人要分享嗎 沒有分享 現在不是沒有嗎 現在沒有啦 那我們只好用排球來推進了 我用一邊就是各一個可以嗎 這邊各一個 不要 你看到球來就接 好不好 就接 OK喔 不用擔心喔 不 我不行 來借一下 借一下 你們覺得 這就剪起來 好這個就是要做我們要 關心A球怎麼不見 這在剪什麼 阿倫就剪起來 那你會回答一下 你覺得 忍耐可以分在哪 你覺得忍耐可以分在哪 你就隨便講就好 現在講講講 情緒上喔 那另外一種呢 精神上跟情緒上 好謝謝 阿那邊喔 注意囉 換丟囉 幾乎 好��齊 對不起 犯痛嘛 不會 第二次 我決定 很寫 我先走了 寂寞了一下 有人要救他嗎 還是你要 你覺得有什麼兩洋中 好 沒關係 同學要嗎 開心跟不開心 開心跟不開心 哪一個是開心 你覺得哪一個是開心 要猜一下嗎 女朋友送你情書 不是 女朋友送你情書 送什麼忍耐 因為 因為 遇情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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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一個是不開心的 是不是 你是有學過這個詞嗎 還蠻準的 呃 這個 你剛剛買的這個詞 我買的這個詞 是 是 是